这是房产证 这小子房产证 这如果要是有看房子的 就得看看 要是能按个电梯 它就不动了 这我的名字 我这对话签了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要说咱大爷离八时就差临门一脚了 可是这脑子却依旧好使 知道大妈心里想的是什么 索性一见面就直接晒出房产证体检表 哪成想人家一句嫌弃太老 直接就把大爷整得没话说了 你挺干净的 要是阳下这儿我出租了 造的可买的时候都收拾出来的 都是自己后收拾的 后来收拾的 我没边的爱好 都不抽烟不喝酒 麻酱不喝都不会 都不会 没有别的不良事 没有 没有 经常就是收拾收拾的屋子 天短话就是到外边做家庭器材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要说这个乡亲节目 大多是五六十岁的 像大爷这样七十好几的 倒也是一点不少 毕竟甭管是一二十岁的小年轻也好 还是咱百八十岁的大爷大妈 那都是同样拥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而且这会参观了大爷的房子 人家把屋子收拾的那叫一个干净整洁 烟酒不沾麻酱不打 身子骨指定是一点毛病没有啊 人老了也是有点孤单 这一分开 人家总是孤单些 反正生活我跟人找弄资历 就找伴儿 互相照顾照顾 保持气暖吧 要求女方身体是第一的 起码两个人出去能溜达溜达 买卖东西都是个伴儿 然后其他方面呢 嗯 其他方面就别别有那个不良嗜好 抽烟喝酒 人家就是大妈娘那个都不能接受 再一个我这退休金不算太高 就是个猪瘾吧 这必须有说毛的有退休金的 还便宜吧 退休金起码在两千以上 我也不希望 他的退休金拿到一块神话 他的就是办理支配 就做个医疗保障嘛 说起大爷的择偶要求 人家表示 独入不成林 一人不承重 就是想找一个过日子的人抱团取暖 要求对方身体必须要好 生活习惯上的也最好相符 虽然四个一个人生活是没啥问题 可是到老了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一个人来一个人走 固然轻松坦大 但内心却终究是孤独寂寞啊 他那个老头是癌症去世的 我还有个儿子 15岁白血病 所以我不允许 我就这几年把机会都还完了 这几年还行 那你就这一个儿子呢 我就一个姑娘 儿子没有了 儿子走了二十年了 走起还15岁 走了我哭了三年 时间能冲淡一切 时间长了 完全好了 就忘了这事 到现在我也不去这个坎 我来走的大街上 一看那些孩子 像他那么大的 十三四四四五的 我的心就难受 哎呀没办法 不得多好一姑娘 多好你看 那就是没办法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要说咱大妈 这日子还真是不容易 麻省总挑细处断 厄运总找苦命人 前妇室友与癌症去世 家里没了顶梁柱 本来就生活不易 可是上天却又给大妈 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儿子15岁那年 又患了白血病 一年不到 就落了个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惨事 还真是让咱大妈 孤干了眼泪 我先找个有演员的 对我好的 就行了 我别的要求没有 这个人得干净利索 人品得好 完了是冷之热 完了干净利索 身体好就行 人生纵有百般无奈 但生活还是需要向前看 大妈如今上台相亲 就是想找个踏实过日子的 希望两个人能够互相有个陪伴 你牵我手 我搂你腰 就看人家这一句人品好 没不良习惯 那大爷真的是完全符合 你俩那啥呀 介绍一下呀 我叫王奎生 我叫周震行 周震行 周震行 周震行的震 昂天年的行 有点像男生梁 对 周震行 周震行 听没听说这食物有点口音 我山东 山东 听出来 因为当兵以后 复原生找回来 六六年过来 六六年就要说 你看当兵时候的照片 那是六六年照的 复原生照的 这女儿还可以吧 演员还算过关呗 是吧 嗯 这样是他驼背呀 你觉得有点驼背呀 对 他驼背驼得多厉害 个儿高 这样是因为我个儿高 是高 也有高的子流的呀 这个我还就是来的时候 我还真问鼠了 鼠说就这几年上岁数了 才有点驼背 原来还真 我二姐夫84了 六直的腰背 这个鼠 把我之所以 把你俩介绍到一块 你俩肯定还是有很多 这个合适的地方的 那啥阿姨 你一会和这个鼠 好好聊一聊 啊 先前咱倒是真的没看出来 这会两个人站到了一起 咱这才发觉 大爷的个子有多高 都快80岁的年纪了 骨头就算缩缩了 人家都还能将近一米八 不愧是早年间当兵出神的 身子骨就是好啊 可是这会一手起各自的看法 大妈倒是觉得对方太驼背 印象倒是不那么好 整个红娘也是苦口婆心的 人家肯定不会乱点鸳鸯谱 既然两个人配对到了一起 那肯定还是有不少相符的点 总之仪简单参观参观呢 看看 这就是 他原来这个房子是超度设计的 他没有床都在那里住 我儿子也是那里住的 我来了以后没床不行 他汉族的一床不习惯 就想买一个床 这边也还有个小屋 小屋当草库来 他没床 行 不用看看 这是厨房 小屋都搬家一些客户 那沙姨你看看 熟这个厨房 都是他自己熟识的 可干净了 你看造牌 你看不比你家的那个差 干净程度 就是厨房出的 早点 你看这地儿 我都收拾出来的 也不收拾我好一些 我听说我听这说 一个人这里头也不乱 也挺正气 挺厉害 他当过兵的人都有数字 是 我家老头也是当兵的 要说鱼与熊长不可兼得 大爷虽然有些驼背 但人家却胜在身子挺娃 这会儿在红娘的提一下 领着人家参观了客厅厨房 大妈倒是难得的露出了笑容 像人家这一把年纪 还能把家里收拾得这么好 倒真是不可多得的优点了 不得不说 当兵这一点还真是不少加分啊 身体要行 你要看看这会社区检查 不用看嘛 你说的身体好 你也不能啥 你社区检查了吗 你社区检查了吗 我都一样是检查的 起点报告 对 都有 社区都有这个 社区检查的 这是方程证 这小子方程证就拿来 这是不是要是有砍房子的 就得看看 要是能按个电梯 它就不动了 这个房子呢 对 我看了 你的房子肯定是你的 你别人住 他是租房 我哭也签过来了 不扣盆被打来的 这我的名字 你是 我这对话签了 对话签了 以前 我老家也对话的 他爷 他数这个 就是各项指标都正好 看到吗 对 打对话的都是 都是正常 然后什么三高 握啥的都没有 看他是挺诚心的 那他八十 找我这个数字 那他当然诚心的 人是挺好的 人挺常识的 挺好的 爱情经不起等待 大声表白就要现在 两个人坐下身来 大爷当即就主动表明了太多 起身就跑到房间中翻找起来 再次回来手里客 多了厚厚几本的证书 又是房产证 又是体检报告 就连体检报告都顺带拿了出来 看到体检表上滑着的对钩 确认了大爷的身子骨 没啥异常 大妈心里对人家的认同是更多了 这多钱 三千四 三千四 七月要退休的 七月要退休的 你也七月要退休的 我也是单九三厂 原地是九三厂退休的 他国营单位跟随 我两千多千 两千一吧 但是工资也行 这些也够花的两个人 那个都是都无所谓的 两千五千以上就行 嗯嗯嗯嗯嗯 因为这个干啥要以后旅游啊 他都有点保障 就是说我走 前走路的 他生活 人家宽涉行 咱看这么心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稳稳当当啊 要说从相亲接触到现在 红娘说的话还真是一一一念了 大爷虽然年纪比人家大了不少 可无论是经济条件 还是习惯爱好 那都是完全能够和大妈相符合的 更何况年纪大小 都是考量身体健康的因素 大妈现在一听说人家经济条件不错 就是更满意了啊 我这个人哈 和一般人不一样我 我心狗 一般人我项目中都不行 生活不了呢 那你不是咱们在家的时候 你不跟我说这个 对于那一般演员方面 就是要求的也不是那么严格吗 也不搞吗 但是他在那个脸长得有点太老了 老吗 爷 不行 你想想他不是跟你同龄人 我感觉这个鼠按照他的这个年龄来说 就我们也介绍过挺多这个岁数的鼠 这鼠长得算年轻的了 你看我那肤色多好 我哪像八十多岁的人 不行 没有演员我 你看看有那个跟我能匹配的 也是长得差不多 得富他一点的 我不喜欢瘦的 这老头多瘦 你觉得太瘦了 瘦 真是傻大姐唱歌 属实离谱啊 咱可真是没想到 相亲都进行到最后的一不了 大爷都把房产证户口不拿出来了 结果大妈 却选择在最后关头表露自己的心里话 直呼自个心比天高 长相一般的人 自个是绝对相不重的 纵使红娘把嘴皮子磨烂了 人家却依然觉得大爷长相太老 就是看不上啊 病单没有 反正就是瘦一点 吃饭也挺能吃 它就是这个体型 对 你也是感觉你稍微瘦点 嗯 瘦点 遗传有关系 老年 哦 这占一方面 你看 叶瘦 叶瘦 到吃饭都 都听着吃 啊 嗯 那就是遗传的这个素 嗯 我喜欢那四方大脸的 胖一点 稍微的 男的嘛长得 富他一点 懂得经过红娘再给你找个找 比我还好的有的是 对 你也是我祝福你 小时候小一点 相当的 嗯 嗯 不好意思啊 没没没没关系 这儿 那缘分 缘分不到了 对啊 嗯 就都 就变不变巧 嗯 那走吧爷 走 嗯 有时间到窗门 那行 你有时间到那窗门 那好 嗯 拜拜啊 哦 再见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最终大爷大妈也是相亲失败遗憾退场 这其中的缘故想必大家也都懂的 究其原因就是大爷的岁数吃了亏 就是觉得人家长相太老体额太瘦 不然这漂亮媳妇大爷是指定能够报回家的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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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